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商店 商店中很多換取金幣 去買一些物品 例如洗鍊石 其實洗鍊石是必買的 不過以前常常用鑽石 但金幣現在有個問題 可能有些是特別貴的 例如中階覺醒石 需要用15萬 而最誇張的就是聖鬥士經驗 藥水 如果不是很重要 你的錢就留下了 當然最極端的方法 就是打船王寶庫 即是這次要介紹的東西 除了金幣現在很重要 洗得很快 所以我們要用一些方法來找 因為之前的旋王寶庫 我一向都覺得不重要 但在它改了這次之後 我們用金幣的速度非常快 當然建議大家適合用才購買 我自己覺得洗鍊石是極划的 如果說是極不划的 其實經驗藥水是極不划的 你問我為何買的原因呢 因為我很多角色都要升 大家都知道 我寧願花一段時間或兩段時間 去打船王寶庫 當然 旋王寶庫不斷打 也不是一個很有效益的方法 不過問題是 你沒錢難道不打嗎 這就是這麼簡單 另外小宇宙也要用錢買 金幣 接下來用錢我們會用得更多 所以先跟大家說回旋王寶庫的攻略 好 其實要注意的地方 真的不太多 最重要是陣子有單體的輸出 我試過做全體的輸出 精英真是困難 你說前面的關卡都可以 即是簡單或是普通 但在這裡試試全體滅對方 基本上神技沒那麼容易被殺到 即是現在的BOSS 一開始就是 先皇這樣拉起BOSS 給我們的魔靈和童虎 即是主要的單體輸出和補血 基本上不用像我一樣 升到80都可以 小宇宙方面 稍後跟大家說回 以免大家說我沒有放小宇宙 跟大家說明 先打完 然後再跟大家說小宇宙 這裡我每回合被先皇 做一個偷對面攻擊 如果對面的BOSS 再開全體攻擊 我們也不會太害怕 不用太害怕 這裡完全沒有難度 因為每回合都拿著他念攻 看到其實他也做不到輸出 現在開始 對面的BOSS 好 繼續拉吧 能量方面其實也比較辛苦 我們要去到最後才讓童虎一下開 開這個盧山白龍霸 當然啦 如果真的差不多足夠 碟夠四層虛弱是最理想的 怎樣碟呢 就是六分而不斷地給星子去虛弱虛弱 每一回合虛弱兩次 如果去到童虎的時候 一下子的盧山白龍霸 差不多了 好 就從這裡開始 我們從這裡開始就打掉了 因為先皇就拉到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掛掉的時候 也要注意我們的寶 能力是否夠夠補血 這裡打掉了兩下 那麼我們童虎明顯不夠了 要等到我們有能量8的時候才可以 好 童虎打兩下 這裡再給星子 其實其他不拉線都可以 這裡只剩下邊一下 這裡很明顯下不了兩下 不過沒所謂 遷就能量 好 這裡童虎就直接開一個盧山白龍霸 OK 這樣就可以清場了 其實童虎是真的我覺得 可以說輕鬆一點 或者是難一點 也要磨耐一點 用六怪獸也可以 這裡一場我只用一條時 如果大家開相背的話 一場可以獲得200萬 八十多萬加上前傷 一場有100萬 如果用一條時 如果用兩條時 大家可以獲得200萬 差不多200萬 注意到鎖匙方面 其實現在也挺難推出的 如果真的缺錢的時候才會使用 如果你本身缺小宇宙的話 就不要打太多了 雖然錢很重要 但如果小宇宙還沒升好的時候 就看著來使用了 對啦 因為現在時也比較珍貴 打法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召了六怪獸的生物出來之後 其實就不太需要用能量 星矢基本上可以毫無顧忌地 不斷地放虛弱 大家看到了 一開始 已經扣了他五分一血 六怪獸 還有人需要用能量 這裡我們再給星矢 拉線就照拉 星矢直接疊兩下虛 如果大鵬要發動到的話 可以發動到的話 然後再打一遍 現在三個虛弱 六怪獸直接扔下去 這次是非洲怪獸 沒辦法 只能咬一下 好 這裡也是給星矢也可以 拉線吧 能量方面足夠用 就不斷地偷 偷多一次攻擊 下了一隻生物 大家看到 好 虛弱 這裡有點紋了 只剩下兩格 這樣就不虛了 這裡六怪獸 做到事啊 咬兩下都四萬 其實如果比較幸運的話 六怪獸再咬幾下就完結了 不過沒辦法 六怪獸的攻擊比較飄 所以這次只剩下一點血 大家看到了 他分傷後 其實很煩 但是沒問題的 因為他跟我們這隻怪獸分傷而已 如果用其他攻擊就比較辛苦 就是他分傷後 就真的分掉我們的角色 我們會直接打死自己的角色 如果用六怪獸 應該對於打旋王金庫來說 就是MVP無誤 這裡只剩下小怪 都沒什麼難度 所以就不說了 OK 打完旋王寶庫之後 跟大家說一說 略略地說一說 我們的小宇宙 我們用的角色 包括魔靈 六怪獸 同虎星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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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拉倩珍妮 六分二 六分二 首先看看同虎 同虎的小宇宙 基本上我自己都升到差不多了 只不過是橫要重新升 因為我不小心 讓其他角色使用 沒辦法了 我自己用墨石 加10 全部副屬性都不差 然後黃色小宇宙用堅刃 全部都加10 藍色用橫 然後是貓神 大家不用太擔心 不一定要全部加10 加7加6都可以打到 旋王寶庫的精英級別 看完同虎之後 我們看看六怪獸 六怪獸比同虎更容易打 不過小宇宙也比同虎差 同虎做到這樣也可以 我自己抗韻 當然有部份加10 全部加6加7都可以 接著就是這個堅韻 再來就是橫 橫也是一樣 加5就可以了 然後鑽奇小宇一定是用兩星花 因為我們的召喚物會更加高攻 而我的六怪獸其實是去到六星 大家要注意六星80 接著看看魔靈方面 魔靈我也是六星80 就是用念珠 接著就是堅韻 堅韻也有治療效果 接著就是法典 法典全部加10 還有就是鑽奇小宇宙 就是月桂樹 接著就是星矢 星矢方面 其實是用抗韻幫我們加生命值 以及加攻 沒什麼所謂的 接著就是堅韻 接著就是星矢加少許速度 大盆鳥 去到五星70就夠用了 血方面是21,000 如果大家說要打這關的話 大概19,000至20,000就差不多了 接著看看仙王座 仙王座的小宇宙更加差 因為打這關真的不需要太高的小宇宙 除了單輸出角 接著就是星矢 大盆鳥 接著就是鷹眼 鷹眼就隨便擺放也行 接著就是堅韻 接著就是珍妮 珍妮也是非常差的小宇宙 帶木鑾子 大概是21,000血 五星 七星 七十 接著就是綠芬儀 綠芬儀也是比較差的 那你問要不要跟著我的速度加十呢 其實因為我打PVP新月才加十 那綠芬儀的話 是不需要的 綠芬儀只需要給綠怪獸兩次的攻擊 又或者給星矢墊多一下的虛弱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整個陣容非常簡單 新手都會用 如果你說我沒有綠怪獸 你可以用我用的童虎 單體的輸出角 即是射手座 又或者是打單體的輸出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城牆中 如果你用全體輸出 很快就會打死小怪 分不到傷 神奇不能殺到他 他拉了線 你就會很難殺到他 其實就是這麼容易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你 經常都很窮的朋友 今天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